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本本 今天呢 祝大家所見 我們要來拍的是 ASNR 因為一直有觀眾 希望我可以拍一集ASNR 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要來實現 大家的用話 我說 貼到我的肚子腳的聲音嗎 給大家看一下我肚子有多變 我肚子超變多 然後等一下呢 我的肚子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那我要開始我們的影片內容了 肚內躁鬱症 試試看 太好了 很快 就很快 太好了 我可以吃了 我的肚子 很快 吃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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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超級好吃的 我可以吃了 我吃了一碗 太好吃了 很酸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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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一碗 我想到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手啊 可以發出聲音 我來看一下收不收得到 因為我明天要錄節目 然後節目組的人來跟我說 有沒有一些很瞎 然後沒有人知道有沒有用的才藝 我剛應該講這個的 手拿起來 我來說就有一點點 我早就吃了 我的手 我要吃了 我吃了 我喜歡吃了 我吃了 我好吧 我但我永遠都放在這裡 吃就很燙 這個媽呀 我平常吃東西是絕對不發出聲音的 因為我要非常嚴重的 那什麼 怎麼講啊 我是一個少量多餐的人 所以這些東西 我可能等一下過了20分鐘 我肚子又好餓喔 看起來我肚子有多大 有變大一點點嗎 有嗎 有變大一點點 其實拍這個ASMR 應該是從國外傳進來的吧 那其實我看過韓國之類的 他們的影片都非常的專業 收音也非常的好 然後擺設啊 食物也非常的好 那我這個其實就是很一般 我就是自己外賣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收音其實也蠻差的 他們會在一個房間 特製的房間 他們會把房間貼滿那個 西音園 對就是隔音 超隔音 然後他們的背景也全是黑色的 超專業 剛才可能上面 就不知道為什麼 穿高跟鞋在家走路啊 然後外面的 歐多拜突然 超大聲的 雖然非常的不專業 但是我還是非常的想挑戰看看 ASMR 本來以為看韓國人 可能在那邊吃啊 然後 就感覺很輕鬆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們還想看我拍更多的ASMR 想看我吃什麼東西的話 請不要在底下留言 因為我真的會 當你沒說過 Let's do it 跟你們說 這次我搬到這邊之後 樓上 樓下隔壁 都會發出非常吵的聲音 然後呢 因為我是新白來的 然後我年紀又比較小 然後那些鄰居就會覺得 我比較好欺負 他們穿高跟鞋在家走路是不是